哈囉我是大鼠 今天要介紹一位從英雄聯盟S6金牌到現在S9段2的玩家 他嘗試玩輔助為偶然發現的Lulu Lulu技能組施放在隊友與敵人有不同的效果 覺得非常有趣而開始專精Lulu 喜歡把被大家稱為海鮮的角色玩得又兇又狂 證明沒有爛角色的駕駛員決定實力差距 他在本季S9積分100場試了略62% 51萬專精加上小號共60萬專精的Lulu Lulu小妹 使用了符文艾莉 遇上POG型下入組合 例如卡瑪加希薇爾帶神聖守護 對限期不至於被消耗得太嚴重 專屬技能點燃閃現 遇上敵方陣容有刺客跟充聯鬥13個以上時改代虛弱 在敵方充後排時能有效進行牽制 技能點法6等前QEW 前期高Q使用得當更有效地打出優勢 6等以後寶牌輔助的散開力影響逐漸降低 改成EWQ 護盾變後加上中期有了CD裝以後能夠讓Carry點位做出更多輸出 核心裝備藍跳赤卓魔器 鞋子選擇Ionia之靴即行之靴 觀念技巧 對限只要知道敵方中野位置後就盡可能的進攻 遇到打不贏的情況則要維持血線避免被打殺 在33等時如果敵方被消耗至殘血時技能不點W改身2等Q 扣好藍跳至少兩層的追加傷害後 使用Q閃點燃EAA 如果沒用到散線E之後追射點Q可以等到敵方散線後追殺 CC技能有虛弱W變小動物R級飛進可能避免CC時間重疊 拉長控制對方的時間將效益最大化 團隊意識團隊中除了保護Carry之外 首先必須先懂得保護自己 活下來武方Carry才能安穩輸出 Rulu不是坦先輔助非必要情況盡量不要去坦塔 輔助身上隨時都至少要一隻粉眼再轉移戰場 搶視野反蹲吃龍等等 能夠對團戰起到一定的優勢 接下來我們馬上來觀賞 Rulu小妹的精彩操作 中文字幕作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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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